好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底下再讲 云和色己如实之 于色喜爱 世明色己 如是色己如实之 那其实 它这个主要就在说 我们对于这个生 产生懒爱 那么因为 我们贪着这个生 就是 我们这个身体之所以 存在的最根本原因 那 这个阿安经 里面说到 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感得这个有识之身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感得这个五印神 本行所作 本所思愿 过去所造作的 那么 这个业的 这个行为 的这个造作 那么 以过去所需求的 那么 才形成我们现在这个身 那么不同的业 就感得不同的身 所以有三界六道 那这个 那这个通常我们 像我们上过 我们知道 无名跟贪爱 主要有四种贪爱 一般叫做 我爱 我所爱 那 有时候叫做 自体爱 就是 涉及 它的最根本原因 自体爱 那么 禁戒爱 这个爱 爱 通常我们讲三种爱 阿安经里面 大家稍微回忆一下 这个上次都跟大家讲过 三种爱 或四种爱 那么它主要 主要就分做 自体爱跟禁戒爱 那么 自体爱 那么也可以分 叫做我爱 禁戒爱 也可以叫做我所爱 自体爱跟禁戒爱 那么 自体爱 自体爱 基本上来自 如果仔细分 也可以分两种 那么 就是 对于自身 自体的跟后有的 未来生命的 现在五蕴身心的 懒拙 对现在 五蕴身心的懒拙 以对未来生命 永恒相续 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需求 就是说 你对于现在 这个五蕴身心 非常的懒拙 那么对于 生命 永恒 就是对于未来 这个生命 不断相续 特别叫做后有爱 那么又 又可以分自体爱跟后有爱 现在身心的 现在这个五蕴 跟未来生命 我们可以讲 现在 现在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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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未来的生命 希望我一直一直的存在 永恒相续 未来生命 现在这个生命 是以这个五蕴身为主 五蕴身心为主 所以对现在 五蕴身心的 懒拙 以及对未来 永恒相续的 渴求 这个又叫做 这个又叫做后有爱 这个是现有 现在生命 是现有 那么如果我们 从后有爱 的这个名词来看 那么对于 现在身心的 自体爱也可以叫做 现有爱 但是 佛法没有这个名词 但是如果说 现有跟后有 就是现在的存在 跟未来的存在 那么对于现在存在 现实身心的懒拙 现实身心的懒拙 的懒爱 未幻灵 未拙 可以这样懒拙 因为爱 对于现实身心的懒拙 这个懒拙就是 未拙 那么对未来 永恒相续的渴求 对未来 这个是对现实身心的懒拙 对未来 这个是对未来 后有爱 未来 未来 永恒生命 永恒相续 对未来 对未来永恒相续的渴求 所以又叫做可爱 希望自己 一直一直的存在 那么 他当然是先认同 这个五蕴生心的真实性 那么境界爱 以身的 以有的 对以有的懒拙 贪爱 对以有的懒拙 对未有的追求 已经有的 可爱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不断的直取 还没有的 不断的想要获得 那么这个一个叫做 喜探俱行 一个叫做比比喜乐 未有 可求 追求 对以有的 可爱 懒拙 对未有的 进行 不断的追求 那么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喜探俱行 他的名词 那一般来讲 我们说喜爱的层次 阿涵经常常说的 如果我们常常讲讲讲 我们就会记得 就习惯去 欢喜 赞叹 懒拙 坚住 它四个层次 它这是四个类别 自己爱 自己爱跟后友爱 有时候这样分 那么 喜探俱行 跟比比喜乐 比比喜乐 那么我们不断的先 不断的欢喜赞叹 这个是四个层次 欢喜 赞叹 揽卓 坚住 已经揽卓了 这个就是魏的层次 魏卓了 那么坚住 就是相续 这个心一直在这个 这个里面相续不已 好 那么这里讲到 摄疾 摄的一个身体 所以他说 云和摄疾如实之 于摄喜爱 四名摄疾 对这个身体 如是摄疾如实之 好 那么魏 魏是什么 魏我们说魏卓 那么就是懒卓 很高程度的懒卓 心 心就在里面 住在里面 不愿意出来 魏 摄因缘 你看 摄因缘 生喜乐 就是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 产生喜乐 欢喜赞叹 懒卓 见助 这个叫做摄魏 对于这个身 产生高度的认同 高度的懒卓 深度的懒卓 高度的认同 那么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就为这个摄身 所左右 那么你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精力 去保养 去运作 去保护这个摄身 甚至不惜造种种的恶业 起种种的烦恼 伤害种种的众生 去保养这个摄身 比如说 你杀很多身 吃这个 吃这个补脑 吃这个补眼睛 吃这个补心脏 杀了很多众生 虽然你也贪那个美味 但是因为这个对你的身体有利 你要保养 因为你懒卓 爱卓这个身体 你不惜伤害其他的众生 来保护你自己的摄身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因为你对这个摄身 生起这个喜乐 懒卓在里面 完全只想到你自己好 对身体好就好 别人好不好 管他去死 那么这样的情况 就会让你怎么样 不断的起烦恼 造恶业 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会 你就会因为你的摄身 不断的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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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摄身怎么来 是怎么样一种形态 决定于你现在 是怎么样一种心态 怎么样一种操作方式 所以天上的天生 跟人间的人生 跟鬼道的鬼生 跟地狱的地狱生 跟畜生的畜生生 完全不一样 但是 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大家都爱护自己的摄身 都揽着自己的摄身 都保护自己的摄身 那么不太去 不太去 认定我的摄身是属于我的 是真实的 那么 而为了保护他 不洗造种种的业 为了爱惜他 不常常起种种的烦恼 那么很多的忧苦 都是从这样生出来 所以 这个就是什么 色因缘生喜乐 四名色位 你在里面 你的心 你的心所注意的 所细念的 像修行 告诉你细念呼吸 你会执着呼吸吗 不会 那只是告诉你 告诉你在这个呼吸上 训练你的心稳定 所以为什么要告诉 你的身不静 告诉你要转个念头 其实你的身体 没有像你想的 那么清贱 也没有像你想的 那么坚固 牢固 也没有你认为的 那么真实 他不过就是 在五死结的苦海里面 忽然间 有的一波浪而已 一下子冲到岸边 他就没有了 所以寿命走到尽头 他终究 这个身体 终究要腐朽 那你却为了 不久就要坏的 这个东西 那么照下 未来受很多苦的 这个业 不值得 所以 这个在告诉你 色位 你是不是 贪婪贪爱 非常的贪婪 高度的 深度的贪婪 贪爱这个色身 为了这个色身 不断的起烦恼 造恶业 结果 结果 他还是弃你而去 你也不能 完整圆满的保有他 当然 我们修行要靠他 但是 你是借他来修行 不是因他而造恶业 这个要很清楚 所以 这个你要如实知 如实知就是 很如实地知道自己 身心状态 想什么 做什么 为什么 那你要很清楚 那其实 你说这个难吗 一开始真的有点难 但是 你常常常常训练 其实 就不难 你自然而然的 就会这样想 每一次遇到境界 你都会想 我现在是什么心 为什么 我现在 要怎么调伏我的心 要怎么做 你自然而然 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现在 我现在起贪爱心 我现在起烦恼心 我为什么会 因为我执着 什么 那现在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调伏 我要怎么降服 我这个烦恼 你习惯这样想 要不然你就会 那你现在是什么态度 那你现在讲的是什么话 你相不相信 我等一下就把你怎么样 你看 就不一样 不一样 真的 习惯了就不一样 所以 戒就是好习惯 失落 他能够让你没有热鸟 清凉 他能够让你别别解脱 你不起这个烦恼 你就不受这个烦恼的束缚 你看 他就是这样 佛法讲的道理 其实是一样的 他不外乎就是 觉察你的身心 观照你的身心 知道你现在 是什么心 那么为什么会起这个心 知道了之后 马上 怎么样想办法 调伏这个心 不让他危害 不让他障碍 最好在没有造恶业之前 就控制他 那么如果已经造了恶业 比如说已经骂出来了 那么已经 已经造作了 那么即时制止 所以叫做防非止恶 还没有赶快预防 让他不生起 已经生起了 控制他 控制不了 即时制止 要养成这种习惯了 一开始还没办法 但是每一次训练 每一次训练 真的 三个月就好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三个月了 你们已经隔半年了 不知道有没有 我不知道了 记不记得我讲过三个月 但是 你真的三个月都有这样训练吗 好像没有 对不对 三天你就有了 但是不行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以七日为一个期 你现在真正在打佛期 为什么 佛就是觉察 你七天都在训练 怎么觉察身心的反应 这个是真正的念佛 真正的打佛期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见佛 你见的不是有像的佛 见的是什么 不像的佛 法身佛 真的 真的 今天回去 下这个决心 从今天开始 我就打佛期 会有很多境界 真的 那么通常第一个七会比较顺利 第二个七 你会发现 你是要来课后的 真的 我不会骗你 这个时候 因为你一定有一点觉察的心 但是境界太强 你还是会被他拉过去 我告诉你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当然是因为你已经有一点力量了 那你有可能会被他拉过去 当然是因为你有觉察的心 看人 有些会马上拉回来 有些拉不回来 你会觉得 好 我先跟你处理完之后 我再来打佛期 我告诉你 我是走过来的 所以我知道 那你真的要修行 你必得要这样 你听了经 你没有依法修行 没有用 我告诉你 真的没有用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部经一部经的读过 你把杂寒经都研究清楚 你还在起烦恼 惭愧 是不是 都不用我 都不用我跟你讲 你就要自己惭愧 听经最重要的 就是要怎么样 对 就是要依法修行 能够调伏烦恼 诵经就是要明白道理 听经就是要明白道理 诵经明理 静置身心 不是这样吗 念佛学佛 依法修行 不是这样吗 你天天在念佛 佛跟你又没关系 你念的佛 不是你心里的佛 是嘴里的佛 念到最后 诸佛菩萨给我力量 让我可以对抗他 是不是 让我有力量 可以消灭他 你念的是什么佛 你没有觉察自己身心的状态 没有觉察自己的烦恶 不想要调伏自己的烦恶 你只有打漆没有打佛欺 没有用 你只有听经没有听道理 没有用 你只懂道理 不会修行 也没有用 你只修行 没有办法贯彻 没有办法贯彻 究竟到底 半途而废 功亏一篑 也没有用 我们今天 来 会时间 会精神 用我们的生命来学习佛法 如果对我们的生命 没有提升的作用 对我们的烦恼 没有调伏的作用 我们做这些做什么 还不如去唱歌跳舞 为什么我们不做那一些 来这里听经来学佛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就为了要不受苦 不受烦恼的苦 那你为了不受烦恼的苦 你还一直在起烦恼 还一直在累积烦恼 自己起了烦恼 不知道自己在起烦恼 还振振有词 还找自己很多 冠冕堂皇的理由 来给自己的烦恼装饰 有意义吗 你自己对不起自己 是不是 所以 我今天不是来骂你们的 我今天是来提醒我自己 跟提醒你们的 真的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你懂了 我告诉你 每一篇 你会看到都是在修行 那如果没有 每一天都是佛地址 跟佛在修行 跟我没关系 他是这样修行的 我呢 我有另外一套 不可以这样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讲什么 云和色位如实之 于色因缘生喜乐 世民色位 我到底在执着什么 我到底在在意什么 最常见的 别人讲一句话 心里可以放三个月 反复的想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佛讲的话 三分钟就忘记了 你会反复想吗 没有 你会若一日到若七日的想吗 不会 人家说念佛念法念神 念佛觉察 若一日到若七日 一心不乱 你是念烦恼 一日到七日 一心不乱 日也想 也也想 吃饭也想 睡觉也想 这个人太可恶了 这个东西太可爱了 懒着 欢喜赞叹 懒着 坚住 坚住就是相须不断 没有远离过烦恼 现在要转过来 所以祖师大德说的好 憨山大师有说 修行就是 守者转身 然后呢 身者转手 对 我以前熟悉起烦恼的 现在没有 现在觉察烦恼 对治烦恼 天天这样做 有时候会忘念 会忘记 我也会 有时候会 但是因为你习惯这样做了 很快就想起来 真的 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人都有境界 而且境界有时候常常不是那么好过 不是跟你住在一起的 就是你的邻居 就是你的同事 那么我们常常会因为种种的事 起种种的烦恼 起烦恼不是大问题 问题是你不知道你在起烦恼 而且还加码 追加烦恼 还怕人家不知道你有这个烦恼 明显的表现出来 强烈的表现出来 要用烦恼去控制别人 而不是用智慧来控制自己的烦恼 这个就很重要 现在我们只是在讲 为主 以因为这个五蕴身心产生的烦恼 好 安爱别人的身体 那么你因这个起烦恼 你要知道 如实之 那么云和色患 那知道了怎么办 知道了接下来怎么办 我知道我有烦恼 接下来呢 有的人会说 凡夫谁没有烦恼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也没办法 什么叫做你没办法 如果你现在没办法 那么你受苦 那佛也没办法 是不是 你烦恼是你自己起 烦恼是你自己起的 恶业是你自己造的 痛苦要佛来帮你解决 佛告诉你不起烦恼 不要造恶业 你说没办法 你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苦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解决苦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问题 丢给佛 我念了你的名字那么久 给你烧了那么多香 拜了你那么久 苹果最好的苹果 我都先给你吃 你也帮我解决我的痛苦 可以吗 我会告诉你 我也没办法 真的是这样 学佛的人 你一定要知道 自医子 法医子 佛不过就是引导我们 苦 你之所以受痛苦的原因 清楚明白的告诉你 解决痛苦的方法 清楚明白的告诉你 接下来的就是 你要不要照着做而已 有没有坚持彻底的把它完成如此而已 我该告诉你的都是告诉你 遗教经里面也讲吗 应该跟你讲的都跟你讲了 要不要吃药由你决定 你生什么病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这个病要怎么治疗 用什么药治疗 我也告诉你了 药也给你了 接下来要不要吃药 我没有办法替你决定 佛不能说 你吃不了药 来我帮你吃 你的病未好 不可能 所以接下来 你要不要吃药 是你决定的 佛没有办法灭众生的苦 他只能指导众生 怎么样去灭苦 现在我们读这个经 就是在明白这个道理 接下来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 所以如是我闻之后 你要相信 佛讲的真的是这样 道理确实是这样 如是我闻 你要相信 佛讲的道理 后面 你听明白了 听清楚了 欢喜信收 后面是什么 依教奉行 就这样 就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很清楚 要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 你说我会不会起烦恼 会啊 哪也不会 只有谁不起烦恼 阿罗汉才不起烦恼啊 我们都是三界的流浪汉 哪不起烦恼 可是 可是 我们修行 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 起烦恼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在起烦恼 更可怕的是 你知道自己起烦恼 还不调伏自己的烦恼 这个是最愚痴的 最可怜民者 不知道就算了 知道 还硬意让自己受苦 这个是最愚痴的 千万不要做愚痴的人 每一个佛弟子都是智慧的人 智慧从哪里显现 你会对峙自己的烦恼 从这里知道 你是一个智慧的人 那这个很重要 再往底下看 所以 所以 色畏如实之 第四个步骤是什么 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 色患 我这样的执着 我这样的执着 我这样的烦恼 会带给我什么影响 患 过患 过患就是什么 不好的影响 我因为烦恼所起的 因为贪嗔痴烦恼 所造的身口意恶业 会给我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正当的反应 就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不可爱的影响 所以这个你要如实之 那么患就是过患 就是不好的影响 给我的生活 给我的生命 给我的身心 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那么 若色 你会看 当你执着这个东西 会什么影响呢 它有什么过患呢 底下就在讲了 若色 无常 苦 便亦 它会变的 就是 你现在所看到的 喜欢的 不管是自己的 别人的 这个设法 就是物质 设法 自己的身体 那么物质 所有的物质 那么 钻戒也好 珍珠也好 玛瑙也好 乃至于 色身 色香味 具足的 这一些蔬菜 水果 肉 不管你执着什么 只要是设法 物质的 就是物质的 就是物质的 从钻戒 那么到你的身体 到一块肉 到甚至一个水果 你非常的贪爱 染着 没有它不行 那么当它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痛苦 无常是什么 凡是存在的东西 它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 产生变化 最后为什么 最后会消失 凡是存在的东西 它最后一定会消失 在存在跟消失之间 它会产生变化 如果你最真爱的钻戒 忽然一天变成石头 你会怎么样 你会好喜 为什么 因为你执着 那如果有一天 你的石头变成钻戒 你会痛死 是不是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它钻戒跟石头吗 重点在执着 重点在执着 你喜爱的人 也一样 你不喜爱的人 也一样 你的喜乐 就在这个物质的生灭上 有没有 它生你就生 它灭你就灭 你的苦乐随着它生灭 那么你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么不只是 你看 设法一个人 那么一件事 一个东西 那么有多少人 有多少东西 有多少人 常常让我们这样 喜乐不定 是不是 如果只是一件 那容易解决 那苦还不多 就这一个人 就这一个人而已 你会只是因为这个人吗 不会 那么 所以它是一种 担担灵着 贪爱的心 这种心会反应 反应在很多现象上 对每一种现象 产生 担灵 担灵 感濁得到了 得到了就喜乐不已 得不到痛苦不已 得到了之后很怕他失去会有忧心 爱的人很怕他有一天不爱我 或是他虽然爱我 但是他离我而去 不得已因为战争 因为疾病因为死亡 因为种种的因素要离我而去 那你会不会痛苦 会啊 那你自己的身体 你自己的身体是你自己的 他都会离你而去啊 是不是有一天 不再年轻不再冒美 那么你就开始会怎么样 会担心会忧患 真的我就常常 以前就听过 有一个在家的女众 她常常讲的话 师父怎么办 我的余月纹长出来了 还能怎么办 那你天天担心这个事 越担心余月纹越大条 是不是 你不用担心这个 你要如果你有 你照镜子看见有 你不是想办法让它消失 因为你要告诉 如果人家跟你讲 你的余月纹长出来了 不 那个不叫做余月纹 那个叫做智慧纹 我因为学佛 跟着年纪 我的智慧越来越多 那个表示我智慧在增长 我的智慧随着我的年纪在增长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好不容易 不让人家看见的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用啊 老是正常的嘛 不但是会老 最后也会病 也会死 你都不用担心这个事 这个是在自然不过的事 你要担心的事 不是老病死 而是带着烦恼 老病死 这个很重要啊 好 我们就往底下看看 所以他告诉你 如是色患 如是之 你知道了这个过患 接下来呢 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 远离 怎么样解决这个过患 远离就是 我不再有这个过患 那你已经有烦恼了 烦恼你已经确定 他会给你带来痛苦了 你有贪爱 这个色物质的烦恼 你也知道 这个物质总有一天 一定会变化 一定会消失 变成不是你当初所爱的 一定会这样啊 不管你现在拥有什么色法 物质的 他一定 他一定不是你先离开他 就是他先离开你 或者是两个同时离开 或者在还没有离开之前 他会产生变化 变得不是你当初所喜爱的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一定会苦 好 那他在他 现在已经来了 或是还没来之前 你要先怎么样 想办法调伏 就好像过几天台风要来 台风还没来之前 我知道台风会造成破坏 我要先怎么样 固定门窗 让台风不会对我造成破坏 老病死 但是就是龙卷风啊 破坏性很大 但是你心里已经有准备了 你的房子非常的坚固 你不怕龙卷风 不怕台风 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修行的人不担心老病死 只担心带着烦恼 老病死 那么因为你烦恼中的时候 老的时候你更烦恼 病的时候你更烦恼 死的时候更烦恼 可是当你已经如实之 本来生命就会有老病死 世间本来就无常 我所执着的所谓的我 也不是真实存在的 你会 你会 人 第一个开始 会人眼的看着世间的变化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 你会 很理性的看待世间的变化 然后很慈悲的 希望能够告诉众生 这些道理 就慈眼视众生 慈眼 慈眼观这个世界 就像佛一样 你从佛法里面得来的 智慧跟慈悲 你很想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 在这个世界里面 痛苦的世界里面 不痛苦 因为你自己依着佛法这样上来 你得到清凉 你非常希望告诉大家 怎么样在热恼的环境中 得清凉 怎么样在烦恼的世间中 得自战 那么你必须自己走过来 这个都是教你方法 第一个 你要观察 觉察 世间的变化 是无常的 那么 你的烦恼 不断在相讯 所以你要知道你烦恼 你在执着一些什么 为什么 那么现在要怎么调伏这个烦恼 为什么要调伏 因为不调伏会有过患 过患是什么 就是忧苦 忧苦 你的生命让你产生忧苦 正当的反应 但是 环绕不能违患 因为他不会不断的扩大 也不会一直相续 燃着 坚住 不会 因为你已经看到过患 而且你决心要远离 你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远离 那接下来 就变成顺理成章 那么 刚开始修行 像逆水 就是这样逆流而上 刚开始是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 因为跟我们的习惯不一样 跟原来的想法不一样 久而久之 你都这样想 你就这样想 如十之 然后极灭未患 你如十之 慢慢慢慢就顺流而下 不太怎么费力 真的 这个时候 你的苦 你不会很用力 不会很用力 一开始当然要用力 要跟自己的烦恼对抗 那个时候 借定会还没有力量 借定会有力量 烦恼小事 小事一件 他不能违患 真的会这样 我们这种底下来看 所以你要先明了他的过弯 明了他的过弯 要怎么样 要远离 要怎么远离呢 就是控制调腑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 弱于色 调腑 浴滩 那么调腑之后 渐渐烦恼变薄 就可以怎么样 断除 断除烦恼 你就从此不再受烦恼的影响 叫做什么 超越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过程是怎么样 这个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修行的过程 他就是四种 整个修行的过程 从对治贪爱来讲 第一个 觉察烦恼 所以如实之就是什么 觉察 你只要记住这个刚要就可以了 那么运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因为太多的人事物会让我们起烦恼 所以你不怕没有境界 就怕境界来了 你被他拖着走 所以你记住这个方法就好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觉察烦恼 那么这里的烦恼 从贪爱 主要是贪爱 主要是从贪爱 对治贪爱说 因为烦恼有两个 一个都是执着 那么一个就是叫做无名 一个叫做贪爱 那无名就是不知道 不如实之 就是无名 那你现在如实之啊 那如实之 见烦恼跟爱烦恼 见烦恼知道就知道 但是知道做不到啊 是不是 所以断贱祸如破石 石头破就破了 可是断失货呢 如偶失 断掉之后 还会怎么样 偶断失联啊 我就知道 但我做不到啊 我想不起烦恼 但他自己起来啊 我有什么办法 是不是 你有办法 怎么会没办法 还会偶断失联 没关系 但是你就是持续 方法还不成熟 功夫还没到家 没关系 我有的是时间 我有的是方法 是不是 你不怕烦恼 烦恼就怕你 那你不理烦恼 你就被烦恼拖着走 所以 第一个就是要觉察烦恼 觉察烦恼 这个烦恼主要 这里从贪爱为主 就是贪爱 贪爱什么 射受想形式贪爱 如果从六处讲 就是什么 射身相畏触发 所以金刚经叫做 不住 射身相畏触发 其实就是这样 你的烦恼心 不在这个六层境界里面烦恼 好 那么贪爱的烦恼 第一个就是觉察 那么要如实之 如实之里面 要如实之什么 疾 这里从这里讲 疾 他怎么生起的 怎么形成的 那么你为什么会烦恼 这烦恼有什么 为 然后了解他的过患 了解过患 要生起那个决定心 我一定要远离他 我一定要克服他 我一定要超越他 那么就是 你这个过程 你都如实之 好 清楚 清晰明确 清楚明白 非常的清晰明确 非常理 心非常的清晰明确 理 非常的清楚明白 那么 之后就要怎么样 控制烦恼 克制 要克制烦恼 要控制烦恼 一开始知道做不到 我们也是这样 一开始知道做不到 我一开始起烦恼的时候 我也是拜佛 也是念佛 我做过我一天拜三千佛 因为烦恼太重 有三千烦恼要拜三千佛 每一尊佛负责我一个烦恼就好了吗 结果呢 结果三千佛都拜到了 拜到膝盖 拜到我拜很快 习惯 不会累哦 真的拜到后来不会累哦 拜很快他不会累 很快就拜完了 但是也要拜很久了 三千佛都拜完了 三千烦恼仍然在 也没有变得比较细 就多生起了一个烦恼 为什么我都这么努力了 我还有这么多烦恼 诸佛菩萨立马慈悲慈悲 不是诸佛菩萨不慈悲 是你没有智慧啊 所以 之后就要怎么样 像这里讲的调伏烦恼 那怎么样调伏烦恼 你心要定才能调伏啊 心不定不能调伏啊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戒 让烦恼就在一个范围 不扩大不延续 以不害伤害到别人为原则 你可以起烦恼 但不要起烦恼到伤害别人 这个就是戒 戒 在起烦恼的范围下 不去伤害别人 神口意不去伤害别人 不杀到影望 两舌恶口望已去 不去伤害到别人 这个就是戒 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 接下来要调伏 要调伏他就给你调伏 你说你是贼 站着不要动 让我把你绑起来 没有烦恼也是这样 他有力量 所以要怎么样 你要让你的心有力量 烦恼也是你自己的心啊 那现在要培养这个 戒定慧的心 来对之贪嗔痴的心 所以一开始要训练 让你的心有力量 在没有烦恼的状况下 训练自己的心有力量 学习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心 掌控自己的心 那个就是定 那个就是定 有力量了 心有增上力 所以当烦恼一起起来的时候 心有力量 可以调伏他 可以调伏他 所以这个调伏烦恼就是什么 就是定 那最后可以怎么样 断除烦恼 像这里讲 这个是什么 会 心 会 真正可以断除烦恼 当你断除烦恼的时候 你就不受烦恼的影响 叫做什么 超越烦恼 叫超度 超越烦恼 度脱苦海 你又能够超越烦恼 因为你的苦从哪里来 从业来 业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 烦恼从哪里来 从无知来 烦恼是因为无知 无力 无知 不知道这个是烦恼 不知道 知道烦恼 不知道烦恼会对我产生 会让我受苦 不知道 知道了做不到 无力 因为无知 因为无力 所以 你就一直在受苦 现在 你知道了 那么 你要训练 让自己有力量 不要让烦恼 一直延续 你没有克制它 它一直延续 你的火在烧 你在控制一个范围 你才储备水 来怎么样 来消灭它 你让它一直烧 你提的水 都不够灭你的火啊 你当然没办法 少少的水 要去灭大火 当然不行 现在 你的火控制 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把水 弄到一个程度 我用这个水 来灭火 就可以灭 其实是这样 所以 当你断除烦恼之后 烦恼对你 完全没作用 你叫做什么 越烦恼 超越烦恼 你超越了 你已经不受它 在这个之前 还没断除之前 你都受烦恼的控制 你都受烦恼的控制 你都还在三界烦恼里面 到最后的时候 你超越烦恼 没有烦恼的时候 你就没有痛苦 没有忧苦 等你超越烦恼的时候 你就度脱苦海 所以这个叫做超度 超越烦恼 度脱苦海 不是 是你自己要超越你自己的烦恼 度脱自己的生死苦海 不是你诵经 然后让别人去超度 你超度不了别人 你只有超越自己的烦恼的时候 你才能够 度脱这个生死苦海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越烦恼 那你看 他就讲这个过程 好 你再看 我们再来看 所以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 那么你调腐了浴滩 断除了浴滩 超越了浴滩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舍离 你在哪一个过程 你自己知道 我现在是控制烦恼的程度 好 我就怎么样控制 好好把它控制好 我现在进一步要调伏烦恼 让我的心有力量 好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到若七日 若一个月 若两个月 若三个月 若一年 若两年 若三年 你就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相续不断 精进用功 你不用怕你不解脱 如果你不这样这样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一定会受苦 没有任何人 可以让你离苦 只有你自己 这样用功 你才可以离苦 这也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要离苦 离一切苦 而且是就近离苦 不是今天不苦了 明天又开始苦 今年不苦了 明年开始苦 这一辈子不苦了 下一辈子又开始苦 不是这样 要彻底就近圆满的离苦 那么这个方法 我怎么觉得时间 好像比较快 那么这个方法 决定可以让你离苦 你一定要深刻 非常深刻的记起来 深刻到 一有烦恼 你就想起来 一想起来 你就运用得上 一运用 你就马上获得清凉 要到这个地步 这个比你们吃饭还重要 你必须把这种观念 跟你的呼吸一样 进出一样 你不断的在循环 跟你的血液流动一样 不断的在循环 跟你的心脏跳动一样 没有停止的时候 一停止你就会死 你就死在烦恼里面 你必须把这种佛法 就像你的心脏在跳动一样 你可以停一下 不能停很久 就像你的呼吸一样 你可以稍微停一下 不可以停很久 那个道理就像你的血液 在血管流动一样 你不可以阻塞 阻塞一下下 不要全部阻塞 真的要这样 你如果 你如果可以这样做 你一定 你一定 这个时候 你念佛 拜佛 出自于感恩 真的 你拜佛 拜下去 哎呀 我太感谢佛 太感恩佛了 让我 让我听到佛法 让我可以用得上 让我解决了我生命中的忧苦 这个时候你拜佛不是祈求佛 完全是出自于你内心 赞叹 赞叹 感恩 恭敬佛 真的 下课 下课 他跟佛 我听到你 是 不 你 我听到你 谢谢大家